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沒有劇情啊 所以 呃 我看一下啊 來到聖地附近 進入聖地山道 等於往下走就往下走 再到下方的聖地石窟 進入山洞內打開 打開左邊的石門 進入聖地 也就是說 寶箱可以不用拿是不是 好 他說 能往下走就往下走 真的有敵人強嗎 看一下 血有點厚 經驗不高 好啦 我們就 我們這個地圖就先烙 烙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地圖感覺不大啦 所以還好 不過相比每次的招式實在是 看不到整個畫面 有點缺點 我還是會判斷這個 考驗我們的防衛力 實在是有點懶 地圖不大我們就不跳過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走完吧 因為在玩這款遊戲 地圖很複雜的話 通常是不會 我不會把它放到 那個 影片裡面 往下走就往下走 因為有點花時間啦 讓大家 這款遊戲 主要是拿來 給大家看注意情動 然後 他死了為什麼要繼續打呢 是因為我要擠那個 絕招的怒氣 這樣擠比較快 因為怒氣好像沒辦法用修改器改出來 所以我只好 只好用這個方 這個方法 然後人往下走 所以代表說這邊應該沒有 必要拿的秘技 然後蝦米的行動力 是對5面最快的 就是每次都對他先攻擊 沒按到 算了 OK 好 看到了看到了 石窟 然後進入 呃 聖地石窟之後 人往下就往下 進入山洞內 打開左邊的石門 人往下就往下 這人很強喔 小和尚 好 我們還是跳過吧 呵呵 走地的浪 他浪費時間 OK 好 我們跳過吧 好 那個我們到了 打開左邊的門 應該是這個門吧 欸 欸 上不去是不是 喔 對不起 走錯我 左邊的石門 看一下 呃 電路上要打他左邊的石門 這個嗎 啊 右邊的不用開嗎 還是 右邊沒有門啊 對 右邊沒有門 哈哈哈哈 想說不是對稱的嗎 他有第一人喔 還不是 那些美女厲害 現在有點殘忍 哈哈哈哈 哈哈 阿 爆郭 好 好 進去這個門就要 好 那就要打架了 好 打架 好多人喔 倒左近聖猛 五千教的教主讓鳳凰 別再做無意義的困獸之鬥 快點投降吧 我 倒左近聖猛 代表東方教主 後來鎖回他過去日月神教的江山 東方教主為了副教大業 不惜忍辱負重 等待今日時機 今日時機的成熟 中國有序古業 所謂良情折磨而欺 適時悟者為俊傑 東方教主的一名神武 再加上我服傷大軍的強大武力 一統中原是此日可待的 狼鳳凰 帶著你的戶下歸順我方 東方教主是不會虧待大家的 哼 東方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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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死在黑木牙 你這扶傷鬼子 嘲笑那妖言惑重 哈哈 你不相信 是可以理解的 東方教主為了 王放萬一 早就安排了迎武者替身在身邊 東方教主神功蓋世 哪會這麼容易就為人所殺 況且喜樂的祖公沒死 狼鳳凰 你應該高興才死 現在日月神效百費巨星 東方教主無念就餓 用流為財 希望你迷途之凡 數數表明對東方教主的忠誠 扶傷鬼子搞不清楚狀況 東方不敗才是日月神效叛徒之徒 況 咦 他打出了 更何況 聖姑對我族有恩 我豈能輕盈變叛 哼 敗軍指教 還不趕快器械投降 居然是他 真沒想到 居然連這個人都還活著 這樣下去 藍教授狂暴凶多吉少 我們去祝他一臂之地 來擊退鬼君 嗯 那又來了公其不批 趁他們正腳大亂 不過李兄 可千萬要小心注意 此將你 並不是那麼好對付的 我指教了 上吧 先打小兵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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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下跟這個 倒左近勝 所以我們要看他有沒有招式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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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跟你們算 還沒跟你們算 這就由由我 倒左近勝 來試試兩位的本領 拿命來吧 看起來這兩位是有 廢敵 這場仗過小還有一點勝算 記不可思 蟲蟲 我們上 要一起是不是 要蟲蟲勒 蟲蟲 不知道他搶不搶 我怕人家打死他 可是沒有絕招可以看 我們先不要用刀士 因為李同道士大家其實已經看過了 大家如果再注意看我的前幾集的話 還沒 好 我們等他 我的鳳凰 鳳凰的攻擊速度非常的快速 所以 要小心 你不注意就 會沒捏到招 齁齁 好 被打了耶 喔 他們全體成名 好 沒音樂了 補掉警戒了 太誇張了 一擊 一擊 南鳳凰就死了 換我了 南鳳凰有 招式可以用嗎 換李同 放大隻 壞 下誇張了 更快 敲 想不到我們這集的合起來的力量 居然還能勉強跟我們打著平手 讓我從此早已遺忘許久的戰役 打著平手我們不是屌虐你嗎 想不到中學也有這樣的將才 如果那是關元之戰我方陣營多些這種人才戰的話 也就不會落到金錢這種局面了 你們逃不了的 現在天下已經得穿家的 你們做什麼都沒有用趕快放棄吧 後面這蜘蛛是 哈哈哈哈 附近傍葬 哪有你這樣人幹的女兒 真是要感到非常欣慰 死到泥頭還嘴硬 那念骨啊念蟲啊 念蟲 蟲啊 就把我那些把那人的骨頭給拆了 蟲蟲 或是 或是 哼 不是亮麗 或是 或是 從啊 什麼 小心 哼 才不過是我跟我打成平手 就制奧了起來 看來你們不過如此而已 去死吧 還要打喔 還要打喔 聽說好像要打三場 我們要看攻略一些三場 看我先 戰鬥中 咦 有中了 空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狀態是幹嘛的 咦 他解掉了 哇 然後我好像沒辦法 擋不到他 一直被破 找到箱子 我還打三場 我還打三場 那大局就該先放掉了 啊 啊 狼鳳凰 上吧 那你先打他啊 很愛打狼鳳凰捏 你只看他最弱是不是 他就活了 好可憐喔 而且打三場 我會剪接三場 有 翻 其實有發現 啊 死了死了 看看他還真蠻有兩下子的嘛 你自己可能擋作攻擊兩次了 不過 也會是做得好一個 小米 你還在那邊做什麼 趕快逃啊 他這麼強啊 哈哈 在你們的寧死之前 給你們良心的中骨 就是比較低過任何一位敵人的勢力 前前那一戰 我只不過才使出了不掉兩層的力量 如果你們以為可以順利去這樣打打我的話 那就大失算了 現在你們就為自己所放下的錯誤 付出代價吧 誒 不要 以通怎麼 怎麼會 怎麼了 以兇 啊 怎麼是 頂 頂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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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了 十算 十算 竟然奇差一柱 鼠下該死 哼 我們這兩隻老鼠還算走運 今天小米就站起來溜著 期待下次再戰場上 和你們一決雌雄 我們走 你們倆沒事吧 小米 你沒受傷吧 我沒事 真是多謝二位的幫助 請你教主 倒是不妙了 什麼是這麼荒荒張張的 與蛤馬在主奉教主之秘 保衛五仙教各在 你陸續收復了碧水寨 黑草寨 赤竹寨 青竹寨 以及紫雲寨 那好得很啊 這傢伙蠻值得心人 回頭可要好好獎勵獎勵他了 咦 那皇上寨呢 這皇上寨有些詭異 詭異 這話怎說 因為許多的弟兄進到皇上寨裡 就再也沒出來過了 這恐怕已經 有這種事 我們已經派了好幾隻部隊進去探查 結果不用說是回報了 連半個人也都沒出來過 綠哈馬在主已親自引兵進去查看 便要屬下趕緊來提告教主 希望教主能夠率兵感人支援 看來事情非常小可 兩位 雖然事情 與本一門已無任何關係 但是現在我叫一隻上兵雷雷 逼不得已之下 可否再請兩位幫本家這個馬 事成之後 藍鳳凰這張重重答謝 藍家主客氣了 咱們就趕緊前往 以免本家遭受更大的傷害 還可以嗎 福布姑娘 好 別擔心我 我沒問題的 剛才裡頭是叫蝦民 不是叫腹部 那這邊就先過二問 咱們趕緊去黃沙寨吧 黃沙寨在哪裡啊 呃 好 我們先超過 好 我們來到黃沙寨了 怎麼辦 到底該怎麼辦 你們看 是我們藍教族啊 藍教族敢來幫助我們啊 現在情況如何 玉哈馬家族已經進去好一段時間 可是到現在 還沒有任何消息傳回來啊 我們一一到黃沙寨死 發現再有人 全部執著 玉哈馬家族馬上 派人到處查看 可是 就是毫無所獲 現在的人就好像消失一般 更奇怪的是 原本金屋探查的人 也跟人消失沒得出來了 吼吼吼 玉哈馬家族也感到不太對勁 陸西派了幾支布列進去尋找 可是結果都一樣 雁 freezer地球 一個個個尋 玉哈馬家族決定 оз 自己算 stolen布列進去查看 下令我們不得轻舉妄動 並派人到勝利 屈告嵍教族 這就是勵哈艾嗎 這根ggak天有甚麼關卡下面這樣短的 又絕不 、 installed不了它 該樣並不巡場 封面這是浮上的手 這次會毫無頭緒 線下也是有硬闖的法子的 沒錯 這樣打了母親家的主意 地獄他們吃不完豆子走 重塑 重塑真好配 重塑只要配 呃 這樣就好了 輕輕鬆鬆啊 然後咧 這樣幹嘛 由最左上 好 我們先進去這邊 往上再來內房 好 內房我們就 不走了 因為 攻略沒有特別寫什麼 要拿的地方 然後說從左上角 左上角是這裡吧 左上角 欸 我也是說 不是不用窮 唉唷 離人喔 看一下強不強 你從行動力快要全部花完才打死一隻 戳那麼多下 好一隻 看來 看來 等鳳凰跟重塑要 兩個人一起打一隻 才會殺死一隻 OK 所以今天 今天只能蠻少的 左上角是吧 看起來不是這裡 應該是這裡吧 唉唷 唉唷 會變這樣 好啦 我們這邊先跳過吧 好 我們走 黃沙在裡面迷宮走完了 好 然後交往事 打鼓急進 這叫我是誰 難道這些人都是他殺的嗎 不可能的 他應該已經死了 哈哈哈哈 這可要多 跟你們五仙教的操骨術 想不到連死人都可以操控 再加上咱們服傷人數的咒法 掌心的大骨急進 就將誕生了啊 哈哈哈哈 原來就是你這傢伙 南教主 可曾見過這人 這傢伙之前 吃虛帶子雲在過 他跟我過了幾招 等後面幾下就跑了 不過是當小鬼一個 你們居然將古代仁華的禁咒 超聲速給施展出來 難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所謂的禁術嗎 難道你們不知道 試了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嗎 哈哈哈哈 能夠創造出這樣一個強烈的兵器 又怕會有什麼後果呢 以前之初又被認為禁術 那是因為施咒復活的人 將因對這世上的怨恨 而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 即不死之聲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也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只知道不斷的殺戮 成為一個不死的殺人魔王 但是 那人用他強大的力量 將此數與五仙教祕存的超古術 相互融合後 這個限制已經完全解除了 哈哈哈哈 什麼 你們怎麼知道超古術的 這應該是五仙教祕術才是啊 這小 這小的人應該只有我 以及校長 難道 你們對校長老做了什麼嗎 哈哈哈哈 秘術是嗎 不管是誰 都無法抵養他人強大的力量 人真是脆弱啊 只不過是小小的催眠術 就什麼事都透露出來了 催眠術 敵方正中居然還有人會用這種高強的咒術 難道還有如蜂墨上的魔力之天 一般人數高響的敵人存在嗎 這怎麼可能 原來是對校長老司長的催眠術 催眠術 哼 這筆帳 我們就好好來算一算 感動我五仙教祖主義 絕不賴我們活著走出此地 如果你們打破這不死的大谷集氣的話 再說吧 哈哈哈哈 去吧 將他們一個一個私人碎片 一同 死 這個 這個附身魔人 他的招式應該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應該 不用特別去把 的招式 逼出來 哇 只要不知道他血毒後而已 好 音樂又要沒了 哈哈 好啦 這邊打完就差不多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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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打很久 嗯 我覺得會打非常非常久 哈哈哈哈 血太厚了吧 這邊一直在打戰場 這個招式就要下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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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 然後這沒有任何辦法 能夠打倒他了嗎 這傢伙除了使我們 人法禁出的超生術怪 尚且用了五千 迷你教的超古術 這樣就必須將兩種術法 都化解掉後 才能將這個不死的怪物 重新打回地獄去 這個簡單 只需要知道他們 是用拿著幾種古類 所調配而成 我就有信心把這些做法解除 只是 現在這傢伙怎麼打都打不死 也不會受傷 我無法從他體內逼出毒蟲來 也就無法得知所有古的種類 真的嗎 那太好了 這樣就有辦法打贏了 藍教主 我有法使能夠解掉他的不死自身 首先我必須先捷印練咒 來破壞他們 射在大火機器身上的 不死咒印 以及回魂咒印 但這需要些許的時間 這段時間 我不能受到任何的干擾與分心 也無法採用任何的攻擊行動 所以大家必須 盡全力的聯護我 誒 綠航馬怎麼都在這邊了 這沒問題 交給我們吧 詹姆就不會讓這怪物靠近一步的 藍教主 在我破壞的時候 加入在大火機器身上的法術會越來越弱 也就是說 他將 他將不再是 不壞之身 所以大家必須盡量攻擊他 這樣我能夠更容易解除所有的咒語 原來是這樣 既然他不再是不壞之身 那我也就可以從他身上得知所有下骨的種類 當小米姑娘順利節奏時 也就輪到我破他的骨咒了 當然 最後就必須交給李公子 以及我的聰兒 來送當怪物最後一層 我知道了 怎麼就開始閃開行動吧 這怪物 就不能讓他存活於世上 好來 來 聽說他賺三場 所以這倒完還有一場 不會下面比較對我裡面了 糟糕 我還先弄李通那個 這個李通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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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式蓮華 這個李通這招 這個李通這招 不可以寫好了 不可以寫好了 嘿 不可以 他不會 受傷欸 好我要放大爪 受不了 對不起 好 還沒死 痛喔 不行我不用 不用招式是因為 我想把 他們的 重獸跟老鳳王的招式 全部錄到 就是我會先把這個招式錄起來 因為我要給大家看 都做一個 最後會做一個總結 所以用武器不想隨便消耗 因為他們兩個才剛加入啦 那我要重新擠 擠 擠怒氣 很花時間 所以擠完一次 我就大概不可以 等到 除了 呃 招式錄完之後才會 在BOSS再用他們絕招 好 好 難道是 糟了 大鼓雞氣 趕快給我退回來 太晚了 東方之靈 青龍聽我令 震我雲破 無有飄移 西方之靈 白虎聽我令 護我周深 莫有回上 南方之靈 朱學聽我令 島我前驅 無有迷途 北方之靈 玄武聽我令 吹我敵手 莫有一漏 五星魂靈 重塑化我意 帶我本體 心我心子 超武咒 煩 沉了 黎公子 重塑化我 兩次都是 趕只給那怪物 最後一擊 否則一切都前功盡棄的 大鼓雞氣 就是 勾回你該去的地方吧 好可憐喔 只剩兩個人喔 來吧來吧 來吧來吧 超婆婆肉餅 啊 看錯了 超婆婆肉餅 登 好可憐喔 趕快撕一撕 趕快撕一撕 嗯 不知道行動盡有多少個 這樣兩個打一打應該 一回合有兩千多滴血 不然還有兩千多滴血 還對 我們一直防禦 回憶子 有幾一百萬 bolt 好可憐喔 後 後 後 差點結果掛了 他打破比較容易 好像也還好 超伯伯洛比 他們的道具名稱有時候也蠻搞笑的 為什麼超伯伯洛比 他們有大黃丹啊 金創藥這種 好啦 這也是蠻有趣的 他到底要死了沒啊 還是以後會把BOSS彈給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他沒有放大絕對 死了死了 打好久 我 你 痛 多 血 血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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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意來行動 其內心還是有所知覺 這些一直揍所有復活之人的內心 大過是十分痛苦的 這些傢伙 居然用這麼惡毒的手法對待自己的同伴 真是殘忍 你們這群可惡的傢伙 現在該輪到你們了 哈哈哈哈 你們居然有法子人打擾這傀儡 也就證明了 這傢伙 在怎麼樣也還是廢物一個 你居然這樣說自己的同伴 同伴 這傢伙 還不會成為我的同伴 好了 就先這樣吧 往後咱們還有機會見面的 哈哈哈哈 隱身隱速 這傢伙怎麼這麼高階的人數 不可能的 難道是有人在暗中幫助他 可惡 竟然這家自己的同伴就這樣逃跑 哈哈 我越來越喜歡兩位姑娘 有機會定他好好品嘗一番 五人眾之一的賈匪龍之助 就此敗別了 原來這家毀是五人眾之一 看來是真的逃走了 綠蛤蟆這邊敵方魚檔就全錢交給你負責 我必須趕回紫雲寨安否仁心才行 屬下族滅 又沒音樂 這就一起回藍鳳凰的指令在吧 有助隊一共還想請教來二位呢 我們正好一些思想問問藍教主 沒問題 這我們就要上路吧 好 好 所以我們要自己走回去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歡迎來到我影片的 左下方的圖案按個訂閱 到左下角的紅色小框框按個訂閱 那喜歡我的影片歡迎來到我粉絲頁 按個讚你追蹤最新的消息 好 我這一集在講什麼 好啦 謝謝大家謝謝收看 謝謝拜拜